大家好,春季万物复苏,那么很多植物已经开始恢复生长 那么在这样一个生长旺季呢,我们就一定要给它补充充足的畜生长肥 畜生长肥的话呢,一定要补足 那么畜生长肥主要是以淡甲肥为主,但是其他营养又不缺失的肥料 那么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过可以用上这个畜生长型的有进养液 就是一种高淡甲肥 那么我们只需要定期给这个植株进行浇灌,就能够有效促进这个枝叶的生长 但是呢,有花有花就不想自己买肥 想要自己制作一些有机肥水也是可以的 那么今天呢,就教大家制作一种高淡甲的这个有机肥 那么这个有机肥应该如何制作呢 那么这个高淡甲的有机肥水制作方法呢,很简单 首先呢,我们先准备好这个饼肥 可以用这个大豆饼肥或者是这个花生饼肥都可以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事先来把它捏碎一点 像这样子,捏成比较小碎块,比较容易发酵 然后呢,再准备好这个香蕉皮 香蕉皮的话呢,准备好之后 我们一定要注意先把它剪成小碎块 处理好之后呢,我们把它装进一个这个塑料瓶里面 如果家里啊,这个花卉多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瓶,准备多一点这个香蕉皮和饼肥就可以了 放好香蕉皮之后呢,我们再在里面呢,加上这个饼肥 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两料来做这个肥水呢 因为这个饼肥啊,它里面呢,还有丰富的这个蛋元素 再加上了其他营养元素呢,也比较丰富 而这个香蕉皮的话呢,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个钙元素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配置起来就是一个高蛋甲肥了 然后呢,其他的中微烂元素有机制呢,又非常的丰富 那么这样就加好了 放好之后呢,我们后期呢,还要再给它加上一点东西 首先呢,我们是加上一个这个金橘 如果没有金橘呢,放橘子皮啊,这些都可以 然后呢,把它剪成两块,然后呢,塞进去 这个金橘的话呢,它可以啊,适当的去除掉一些异味 然后呢,我们再放上一点红糖 红糖呢,我们放适量就可以了 红糖的话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肥水里面的营养 而且呢,还可以加快它腐熟的速度 加上红糖之后呢,还有一步非常关键 就是要加上这个燕原路 这个燕原路啊,还有非常丰富的微生物 那么这些微生物呢,它可以加快这些有机制的分解 可以让这个发酵腐熟的速度更快 最关键的是呢,它可以有效去除异味 虽然之前呢,用了一些果皮 但是呢,果皮去除异味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而果皮加上这个燕原路呢 基本上在发酵腐熟好之后是完全没有异味 而且还会有非常香浓的这个果香味 那么我们大概呢,就是像这样一瓶用20毫升左右的量就可以了 多一点少一点呢,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然后呢,倒进去 再来放上大概七八分满的清水 盖好盖子,我们呢,可以把它搅匀一点 让这些燕原路还有红糖呢,能够充分的溶解在这个水里面 之后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光照特别足的地方 然后让它发酵腐熟就可以了 那么因为我们加上了这个红糖,加上了这个燕原路 水呢,它发酵腐熟速度的会比较快 那么像现在这个季节,温度如果比较高 光照比较强的话呢,大概七到十五天左右就能够腐熟好 如果后期啊,它这个肥水里面呢,没有任何气体产生 然后这个瓶子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膨胀的迹象 就说明呢,已经腐熟好了 平时呢,发酵腐熟期间呢,一定要经常开盖透透气 以免发酵腐熟产生的气体会涨破这个瓶子 那么这样呢,一个高氮夹的有机肥水呢,就制作完成了 那么使用上这种肥水给这个花卉交换呢 营养充足,养什么都特别的旺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你看 好